AZ疫苗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致死率這麼高 在網友聊天室裡面 他們擔心的是說 因為這批是日本來的 是不是日本來的有問題 甚至有人擔心說 接下來怎麼泰國來的 也沒有通過什麼EUA的狀況 我看到最新的訊息 日本贈送一百一十三萬劑的 AZ疫苗下午抵臺 陳時中剛才講說 這批給六十五歲以下的人來施打 就是六十五歲以下再不給用了 我現在問一下韋漢哥 大家心裡很恐懼 因為剛剛凱翔也講 沒錯 六月十五之前 感覺打AZ致死的明顯的比較低 那後來六月十五 感覺日本疫苗來了之後 好像致死率每天都這麼高 那現在陳時中又講了說 那這一批現在日本的AZ疫苗 就是六十五歲以下 再給他打就好了 那是不是代表某種程度上 真的這個AZ疫苗有問題嗎 我現在要提出我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要聽 李市長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是不能開玩笑的 這是很專業的話題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看的那個 表是一個簡表 給大家看比較細一點 在這裡 哪一機排四號機是不是 你看一下 還是說三號機可以排 不然我看不到 你看一下 有沒有 這是我們現在打阿斯特捷利康 我繞過來好了 現在我們打阿斯特捷利康 打到一百一百九十七萬多劑 三百二十一死 然後我們打這個莫德納七十六萬多三分之一 因為本來我看到 我上一次看的時候是四分之一 五十萬跟兩百一百九十幾萬 所以現在AZ他是卡住了 中間莫德納已經從五十變七十六 多了二十幾萬 AZ還是在一百九十幾萬 從一百九十五變一百一百九十六變一百九十七 現在AZ直接卡了 大家不打了 所以難怪蔡總統一直說不要動啊 那沒有那個那個話題 這個這個我敢講 這個到底是不是AZ我不敢講 但是你說 因為很害怕會基因圖片不敢去打 我敢講 那根本是成效 那張圖可以把它測下來 沒有人因為說害怕基因圖片不敢去打 我打了會變蜘蛛人 害怕是死啊 你看他的死亡的比例差那麼多 你看看喔 這邊是一百九十七 這邊是七十六 他比他三分之一都還多了 如果按照莫德納的死亡比例的話三倍嘛 那你四成三是多少 十二 可是你是三百二十一啊 你八十幾倍你是成效 所以大家會會覺得害怕說 怎麼會這樣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這次不能開玩笑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實際上的狀況 打完AZ之後的死亡人數現在來到三百二十一 但這三百二十一人是不是都是打疫苗 打完以後被疫苗害死 不知道 有可能但不知道 所以要先講 第二個 我們的AZ其實是有三種 這點我們政府沒有跟他講清楚 來打博我們再看一次 這張圖上面只有告訴你阿斯特捷利康 對不對 他沒有告訴你是日本韓國還是泰國的 是我們臺灣有從韓國來 第一批十一點七萬 還有從盧森堡過來的 然後還有日本送的第一批一百二十四萬 還有從我們跟泰國買的代工的對不對 臺灣的AZ其實來自四面八方 那你這一整個就叫AZ有沒有差 我不知道 可是指揮中心裡面自己有沒有去討論 他是打的是哪裡的 就像剛剛網路上有人在問一樣 那日本的那一批 在這三百二十一人當中 他佔比多少 你要告訴大家 因為日本後續還有另外一批一百一十三萬 就是今天要來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打AZ那段期間當中 是八十五歲 八十七歲 那時候陳其邁賣賣賣賣賣是怎樣 這幾天比較沉寂一點 賣賣好棒 太好了 沒有投措人對不對 都規劃好了 余美町式的這樣打法對不對 八十五歲 八十七歲 結果後來打完以後 六月十五 六月十六 六月十六 我都記得很清楚 六月十五開始 長輩們開始打 那是因為這些長輩們年紀大的關係 所以造成了大量的這種不良反應 而且是致死的不良反應 最嚴重的 還是說是疫苗問題 那如果我們今天倒回來看 我們早就買到BNT了 我們買有 當然是沒有 這是假設題 各位網友 我們現在如果說我們早就買到BNT了 或者是我們早就拿到美國的 兩百五十萬的莫德納 然後六月十五對於八十五歲 八十七歲以上的長輩 全部打的都是BNT 全部打的都是莫德納 那會不會是這三百多人死亡的狀況 會不會 我們不知道啊 指揮中心與其在那邊一天到晚講說 我們這邊開記者會啊 你們那邊怎麼樣請去入用啊 這不是高智商的表現 與其是講那些 我覺得真正重要是這個 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今天其實比剛剛那點更重要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們到了七月底 總統的目標是二十到二十五 沒錯 我跟大家講 如果AZ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根本大家都不打的狀況 我們打不到了 因為你將有一半的 你本來想要同時去AZ 跟莫德納同時施打 你有一半人給我看到AZ就不會打 那我莫德納當然現在目前還有貨 但你打完莫德納以後呢 又要再次卡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AZ我們當時買是一千萬劑 我們現在拿日本送的 還有從COVEX來的 是 我們還有九百多萬的AZ啊 那這九百多萬AZ 如果後續大家都不敢打怎麼辦呢 我問了很多的醫師朋友 還有像臨時必醫師 所以等一下請王綸檢醫師跟大家說了 那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國打AZ的 他的那個不良反應跟其他BNT莫大 看起來差不多啊 那為什麼就偏偏臺灣這麼高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我們大量集中打在87歲 85歲甚至90歲以上的那些長輩們除了疫苗使他慢性疾病可能突然觸發之外 還有打的過程當中 又曬太陽又在那邊等又怎麼樣中暑傷筋動骨 到底是什麼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我覺得會比其他的話題什麼基因突變 那你先告訴我基因突變會怎樣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是擔心會死在家裡啊 不是基因突變啊 這點很重要 那因為數據真的是落差那個比例太懸殊 這不是我在講因為我就說這個話題很嚴肅 不能亂講也不能造成社會恐慌 現在大家普遍對AZ會怕已經是事實 不是說誰在說或是誰要讓大家怕AZ 是真的有了莫德納的時候 大家開始都不太想打AZ了 看到這個聊天室裡面 當然很多幾乎觀眾朋友一面倒的 對AZ產生的懷疑甚至害怕 所以我們就要回過頭來 蔡總統說七月底這個吹打率要20到25% 沈富雄就直接說不可能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三級警戒 所以跟著配套要延長到7月26號 可是呢 很特別的是7月26號三級警戒繼續的延長 但是這邊又開始適度的鬆綁了 什麼國家公園 國家風景區 遊樂園 駕訓班 室內的包括美術館 博物館 電影院 表演場館 社交館 文化中心 運動場館來講 室內外的 包括了高爾夫球場等等 游泳池除外 然後餐飲業者呢 其實符合指揮中心指引的話 可以內用了 國內小型旅遊團9人以下 劇組拍攝 可以了 然後這邊小編放了一個圖 真的是非常壞心 他放一個 今天周一寇跟溫朗東 大概在早上的節目吧 就是講他去三溫暖的事情啦 然後去三溫暖消費他承認 好這三溫暖是沒有開放的 然後游泳池應該是還沒開放 我這邊要請教武漢哥 這個我不好意思講太多了 反正這個小編太壞心了 這個有興趣的大家自己去查 然後這個三級警戒必須要繼續關 但是適度的又鬆綁 然後同時間 蔡總統說要拼20到25%的施打率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今天宣布適度鬆綁 現在大家都在查 那我可不可以 他可不可以 健身中心可不可以 籃球場可不可以 像我跟徐谷喜歡打籃球 是 我今天就在問說 室內體育中心 籃球場可不可以 答案就是不行 那所以很多的 現在都還在查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出來 那個指引而已 他會很細 然後剛剛節目進行當中的時候 有很多的那些安親班的老師 在問我說 好像他們還是不行 那現在暑假本來就是拖嬰的高峰期 那他們原本暑假的時候 會有小朋友 國小的啦 或是幼兒園 他們會到那邊 現在也不行 那家長上班 你還是繼續要顧孩子 這都是問題 那些指引我怕會講錯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很快的 大家去參考 因為這兩天就很清楚了 因為剛剛才宣布而已 但我倒要講一句就是 剛剛說那個AZ那個事情 那我們要聽專業的意見 像王仁賢理事長跟大家講的 就是一屆的看法 但我必須要說一句啦 這是很嚴肅的話題 美國跟日本是真的沒有打AZ 一劑都沒有 不管是英國製的 韓國代工 美國 那個日本分裝 或者是泰國都沒有 所以他們某種程度上 這是事實嗎 我現在跟大家講就是 我跟淑慧的看法是一樣的 很感謝日本願意在我們很缺疫苗 都捐給我們124萬劑 但是打完之後 現在發現那麼多的長輩們 他們在施打之後 不確定狀況 但是已經離開我們 那個數字比例跟莫德納差那麼多 大家會怕 我現在提出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論述跟看法 大家聽完就懂我意思了 我們在5月28號的時候 還不知道高端跟聯亞會不會 解盲成功 或是說解盲的成績 跟他的那個數據的時候 我們就各遷500萬了 觀眾朋友那是多少劑 1000萬劑 對不對 我們買AZ是買1000萬劑對不對 對 英國 歐洲 德國 法國 有沒有打AZ 有 但是我再講一次 美國跟日本就是連一劑都沒打 這是事實 如果接下來 BNT 鴻海 台積電 跟慈濟的1500萬能買到 現在八大工商團體的250 我上次在節目上講完 他們現在也去追加了 我們也買 如果我們有能力買到了 BNT Novavax 跟莫德納 如果我們有大量的買到 那1000萬不要打 也是個選項啊 我們現在手上 我說我們還有900多萬 一直還沒到貨嘛 不是買了就打 美國買6000萬劑的AZ 是連一劑都沒打 日本買1.2億劑的AZ 現在大家講說 那我現在在反AZ 不是 而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安心 那你的施打政策會出現bug 你會卡關啊 為什麼這馬力兄弟 這一關都一直打不過去 虛夫打不過來 我跟你講 在這裡跳上去 天花板就跑掉了 直接跑到81去了 對不對 你要跨過去 你那個門檻 如果現在國人對AZ的懷疑 你無法消除 所以我說專家出來講嘛 張善淳醫師出來講嘛 跟大家講清楚 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 要不然你就大量再去買莫德納 我這樣子跟大家說 如果沈大佬說 以我們這樣進入7月底之前 達到20%是不可能 或是25% 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現在 讓你可以每天15萬人20萬人 連我跟水甫 等一下錄完你都可以去打 打BNT跟莫德納的話 我告訴你你月底之前超過20% 絕對可能 現在重點在於 大家大家有顧忌 而不是說 你現在給我的最多的是AZ 對 所以其實就因為 我為什麼今天多講了這幾句話 因為就是在前一陣子 我跟林氏璧醫師 在節目當中的時候 有去把其他國家 打莫德納死亡人數跟AZ 去做比較 然後發現說莫德納 再打到五十一百萬人以下的時候 沒有出現死亡便利 所以大家就內心想到了說莫德納比較好 我還為此公開講過了至少三次 沒有說莫德納比較不會打了以後出狀況 別的就比較會 沒有這回事 可是我們臺灣的數據 卻證明了這一回事 那這是讓我最沒有辦法去解釋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真的有能力在買BNT莫德納 甚至是Novavax 不要說等COVEX再付我們兩百 你就是一圈 立法院的立委 現在沒有人敢擋 這預算 現在也都放了好幾百億在那邊 你就去買 那這個才有辦法讓我們往上 往這個人數比例才往上走 很多國家都已經到了像美國 美國因為剛剛過七月四號 美國總統他不算是道歉 他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七月四號原本要達到 百分之七十的施打比例 全國百分之七十 我失敗了 他不算道歉跟大家質疑 為什麼 因為到了百分之六十八 差兩趴 六十八趴 我們現在十一趴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這疫苗還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你 許甫問我 大家那個解封你為什麼想要疫苗 因為很簡單 解封其實是次要的 你只要疫苗人數打到了人口的七成八成 什麼風都不用了 大家就解脫了 所以你現在就計算說什麼時候可以 下禮拜什麼夜市為解封 可不可以拿走 大概的指引就是 還是有限度的 讓一些沒有辦法營業的 這些店啊 或者是場所開始慢慢回來 可是他有非常嚴格的管控 跟那些措施 不管你是想要去餐廳 不管你是想要去保育公司 你要看好那個指引 按照指引去做 這點比較重要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情會更強大